全國投資朋友 大家晚安 歡迎準時收看封銀投庫 封銀操盤團隊盤後的接盤 今天台北股市跌了104.44點 我想你跟我們都不會很意外 因為這個行情它是用偷偷的往上走 從禮拜五的8062 禮拜一的8063 禮拜二的8064 我說這樣偷偷的往上走 它隨時都會跟長黑的回撤 今天出現長黑的回撤 有兩個主要的原因 剛好那個時間點 應該有三個原因 第一個時間點的一個部分 第一個 2330的台積電 它並沒有如大家的預期是填息的 第二個 2881的負邦金 因為發行GDR的關係 它是折價的 折價定價的位置是36.51 36.51所以今天開出來 就已經來到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它已經反應了 瞬間反應完了 所以它這個壓回的部分 目的就是為了要整個大盤來講 有的時候是屬於技術性的回撤 因為你講不過 沒有人要追上去 它勢必要做回撤的動作 這很正常 然後我們來做一個解讀 那我今天也會從LED另外一個 因為Queen創了這整個波段的高點 去年7月到現在 它漲了兩倍了 那兩倍了 我們從Queen的走勢 以前我們帶給大家是異光跟晶電 尤其是異光 那異光在我們56塊賣出之後呢 那我們這一次選股的一個部分LED的族群 是在這個地方 那今天再創了這整個波段的一個高點 今天大盤跌104點的時候 它還是漲了 那在這裡先謝謝大家 謝謝所有的觀眾朋友 昨天來索取我們這個第三季的潛力股的這個部分 有手耽擱 因為我們人手不足 來的電話實在超乎預期 那謝謝 抱歉 抱歉 如果有一些耽擱 同時表示感謝 同時表示抱歉 就這樣子 那資料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來 我們來看一下 我等一下會談到2330 2882 2881 我還是會這樣來談這個大盤 那事蹟相關的部分 我也 今天我們有漲有跌 比如說53449的先鋒是漲了 3163的波羅威士漲了 4909的這個新務星就跌了 3062的健翰也跌了 2314的這個台陽也跌了 那你怎麼要去拿呢 到底它續航力在哪裡 同時我也從入股 因為入股也做一個拉回的過程裡面 入股也做一個拉回的過程裡面 它有什麼股票是強的 我今天都會講 那它跟我們的聯動又在哪裡 你要去掌握住那個tempo 就像我昨天 來來來 我跟大家講一下好了 就像我昨天跟大家講的這一個 在觸控的這個部分 我們來3673 TPK是跌這樣 2384是跌這樣 我告訴你 我觸控的這個股票是沒有跌的 是漲的 所以跟選股有沒有關係 當然是有關係 好 那這個部分我們就很簡單 你有拿到你自己就知道了 你自己看著 你就慢慢去做考驗驗證 重點是買賣點 買賣點把它拿捏的好 那大盤跌104點 有些股票竟然還會在逆勢創高 那就是很多產業 產業對了就對了 OK 好 那今天外資在賣48.48億 那我們今天就照這個來跟大家做一個報告 金融跌了2.1% 電子跌1.5% 都比這個多 電子因為有台積電的除息 金融因為有富邦金基里亞的定價 都會借勢借端拉回 有的時候借勢借端拉回 你看起來像很弱 其實並不然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台積電 那個時候 來 我們看一下 這個你看這今天最後尾盤 用今天的最大量把它收到平盤 收到平盤 所以不用把這個盤看得太悲觀 那它今天打下來 它並沒有跌破它的一個定價 定價是36.5% 當然盤中有瞬間跌破 但是後來還是收上來了 來 OK 好 那我們看到這個大盤 很快來看一下這個大盤 這次大盤這一次觸到7663的時候 我說分時的背離 來到這裡 我說它奇怪 它一直在玩這裡玩什麼 上次這個位置807也不補 來到8056 8056 8062 8063 8064 都是在這個地方 你如果不 光明正大的攻過去 它勢必就會回撤回來 這個是我們在7月2號講的 7月2號在這個地方 7月2號跟大家講的 這個部分我已經在這裡畫給大家看 那今天真的 這個叫除息切口 除息切口就除下來了 那這也就是我們告訴你說 這起來的時候 直攻季線會回撤到半年線 回撤到半年線 有吧 今天已經回撤到半年線 早就回撤了 這個部分 那我在昨天 昨天 昨天在這裡 我說你留那麼多缺口幹嘛 留這兩個缺口 你最起碼要補一個 導播拉近一下 你最起碼要補78884跟7891 補一個 最起碼要補一個 補一個 這個可以不補 但是你這個一定要補 78884到7891 今天已經來到7899 有吧 這791 是不是 這是不是如我們預期要回來補 那這個叫除息的缺口 那這個補完以後 在這個做震盪 那也許再補完這個再來到這裡 或是先來這裡 再回來震盪 那它整個壓縮的線壓在這裡 這個看法跟我們這一樣 26號 對不對 跟26號一樣 好吧 那這個部分我們很簡單的跟大家做一個報告 來 那我們講到那三檔股票來看 這是6月21的時候 我們看到了 它陸續先從台積電建高 再富邦金建高 再國泰金建高 那後來它拉回了 它沒拉回的時候 大盤還沒拉回 它就領先拉回 那我們在這個地方來到7月3號 我們一直要看它 它是不是有站上去 國泰金已經落底了 見了低點了 438.25 然後這個台積電也建了100塊了 那現在剩富邦金 那富邦金因為除息跟這個定價的關係 所以富邦金未來如果說這個低點 364是低點 未來明天以後364都沒有再落 建了低點 那大盤就穩了嘛 這樣了解吧 就是從大盤的角度上來看 OK 那這個部分我們很簡單的跟大家做一個報告 就是這樣 台積電已經建了低點 那2882的富邦金 2882的國泰金 它已經早就建了低點 那2881的是因為GDR定價的關係下來了 那下來的這個部分 當然它有除息一塊錢 除息一塊錢 你要把一塊錢加上去 那其實它今天收盤並沒有跌破這個低點 所以未來關鍵是這個364 今天是報大量 就10萬多張的量 它融資不要增加 如果能守住364 那未來這個大盤其實壓回的幅度 深度也不會太多 不會太多 這是我們從盤面上跟大家做報告 那再來一個部分 我們就從類股的一個部分來做觀察 類股的一個部分來做觀察的部分 我們就講到昨天四季那個新聞出來 一定有些股票會偷雞摸股 有的是金的 有的是假的 有的是藉由利多來衝高去賣 所以昨天四季的部分 我就告訴大家 你不要再去做追高的動作 它會做一個震盪跟休息 那我們來看一下 5月6號的時候 我們從中心通訊的走勢強於這個部分 當然中心通訊除了四季以外 它還有手機 但是它強勢就是強勢 強勢 它主要的部分在這個地方 那我們從Cisco創高也跟大家講 那個時候的先鋒跟新木星是23.35跟27.4 5349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位置 來看一下 五月我還要再往前移一點點 往前移一點點 大概這樣 五月差不多 五月初 它的股價走勢是這樣 大盤呢 大盤是這樣 它是這樣 這是我們在這裡都講過了 4909也是這樣 縱使它今天拉回 我還是告訴你是這樣 有些股票在跟它六月營收多多少少 都有一點關係 那我們在不斷地跟它做追蹤 我說這整個族群它都會相互呼應 我那時候講到說大盤在拉回的過程裡面 他們的大唐電訊是這樣不斷地往上走 那它是user端 是下游端 包含這一個用戶端 這個部分 我們看大唐電訊 大唐電訊6月28號再漲5.45% 然後7月1號漲1.16個百分點 然後昨天跌2.8% 我還是照講 我也沒有不講 我還是照講 對不對 那我告訴你中興中興漲5% 這是昨天 今天大陸股市是跌的 對不對 大唐電訊再漲10% 國基漲停板 它不只這樣的股票漲停板 像歐輝光也漲停 我改天再來講歐輝光的這個部分 好不好 你看到了是不是 你是不是看到這樣的股票 所以產業就 你選對了 對了產業就對了 它的產業是對的 它的結構的改變 其實大盤的拉回就是做結構的改變 大陸股市在拉回 為什麼有一直創新高的股票 大唐電訊昨天拉回將近3個百分點 今天又拉了10% 9.97% 所以這個部分非常的重要 那我等一下會講到LED 還會講到跟大家做報告 那這個部分也是 我們來這裡看一下 這是從先鋒 然後我從它基本面配股配息 然後對比 然後來到今天7月3號 股價是不是這樣 短線上來講它出現了一點點背離 但是分時沒有 分時沒有 這是倒是注意一下 那新悟星的部分那時候也講到這裡 我說它314會過嘛 那這是它的供應鏈 然後這是它的基本面 然後來到這裡 來到這個地方過高 過高到稍微做拉回很震盪 我覺得都很正常 那它指標最高的地方不是最高點 新悟星很缺的 只有缺的一件事情 它沒有法人的買盤 沒有太多法人的買盤 那先鋒有 差別就在這個地方 OK 好 那來到這個地方呢 我們看一下 今天3062建漢稍微拉回 2317的這個鴻海也小小的拉回 我沒有講說 這叫做懸股 那我等一下會講到這個部分 我們先準備進廣告了 進完廣告以後我要講 我會講的預告一下 我要講QIM 從QIM的上漲裡面 我要看到新的東西 上次從QIM的上漲 從山安內我們看到了曳光 那這一次我們看到的是曳光嗎 還是重複曳光 還是有其他的 其他的新的題材 那我今天有新的題材 我就要告訴我們好朋友 因為阿翔在這個節目就到7月10號嘛 所以你們以後 如果7月10號以後 要看阿翔的盤後的解盤節目 要6點 6點以後 6點以後 Anytime 你可以進我們的網站 那從不是 因為你不是會員 所以沒辦法從這個入口 你從非本公司會員 導播拉進一下 非本公司會員免費這個地方點進去 你就可以進到解盤影音裡面 這裡這裡這裡加解盤影音裡面來看 那我們的這一個網站 你知道嗎 截至目前為止 大概已經368萬人的瀏覽的人數了 那這個部分我稍微講一下 讓你習慣 你現在就收完盤以後 就習慣上去我們網站上瀏覽一下 把它看一下 設定到你的最愛 以後你的解盤 我以後不排除盤中也會有解盤 那如果盤中以後盤中解盤 我會在這個網站上跟大家做報告 那原則上都是盤後的解盤是 晚上6點以後我們會載上去 那你就可以從我們網站上來看 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 雙和最美 代代相傳的鳥與花香 圓力和平 2948 3988 圓力和平 封銀投顧 一個絕對與別人不一樣的投顧 我們要求自己真 絕不造假 遵守誠信 善 堅持善心為客戶創造財富 沒 為行業立下標竿 這是宣言 也是理想 更是封銀投顧全體員工一直要達成的目標 然後 誠摯地邀請您參與制服的行列 一通電話 其他人都做不到的服務馬上開始 02 8502 6666 封銀投顧 一個絕對與別人不一樣的投顧 我們要求自己真 絕不造假 遵守誠信 善 堅持善心為客戶創造財富 沒 為行業立下標竿 這是宣言 也是理想 更是封銀投顧全體員工一直要達成的目標 誠摯地邀請您參與制服的行列 一通電話 其他人都做不到的服務馬上開始 02 8502 6666 頭痛 請用五分鐘 哇 哇 到大都會國際家具館就是這麼方便 全國最大家具館 很大 很好望 精品家具 一次跟我們賣旗 大陸為國際家具館 春季三主送 憲政實施中 嘴氣體啊 享用氣體啊 五分鐘 大家好 歡迎回到風雲超盤團隊 這個盤後的解盤的節目呢 第二個階段 我剛剛講 再講一遍 再講一遍 你現在就開始 因為今天已經是7月3號了 你可以試試看 那你看完我的節目的時候 因為我盤後的影音的解盤呢 跟我這裡解盤有的部分是不太一樣的 你可以上我們的網站 這是我們的網站 那你上來的畫面是這樣 整個畫面 整個畫面是這樣 那你如果是會員 當然是從這裡 你們都知道 如果不是會員 你就從免費這個地方 免費觀看本公司解盤的資訊 本公司會員 從這個點進去 進去以後 你就會進到我的每日關盤重點 然後還有解盤影音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你都可以看得到盤後的影音 好吧 OK 那這個部分先跟大家做一個說明 因為有一些不熟 那我先講一下 那我們4月 我們來看一下 我等一下會講到queam 我們在4月26號的時候 我們講到裕光 也是又一queam 4月26號的queam是打一個很漂亮的 碗公帝 碗公帝 是這樣打起來 那我們告訴你 這LED要漲了 那漲了 我們所要的是裕光 所要我們選定的是裕光 選定的是裕光 那裕光的一個部分 當時的股價是46塊半 46塊半 對吧 這個大家都知道 那這個是queam的 這是三鞍 那來到這個地方 這是裕光的 這是晶電 你看晶電拉回的 為什麼拉回這麼深 你看這個裕光 這裕光是2度背離下來的 然後晶電是三度背離下來 所以晶電下來的弧度 因為它三度背離 所以它拉回的弧度就比較深 所以有的時候 買賣點很重要 我們裕光在跟大家報告的時候 46塊半 那我們會員大概在買在47塊 我們賣在56塊 那我們這個季度選出來的一個標的 我們這個晶電 我們可能列為 一定要找到那個點位 我們才要進場 或是有緩轉 要上強攻的訊號 我們才會跟大家做切入 不然我們切入的一個方向是有點改變了 等一下我會講到LED的部分 我會往上游走 那同樣的 我們在這個 來 我們看一下 我們在5月6號的時候 講到先鋒跟新木星的時候 那我有講過一件事情 我昨天講了 我就再一次比一下給大家看 這是到昨天 那你看一下先鋒 他同樣5月6號的時候 他漲了36% 你看到了正文 他跌15% 15.4% 我們再來看一下5349的先鋒 今天大盤跌104點 他漲1毛5 那4906呢 他跌3毛 一個還是漲 一個跌 這慢慢就拉開了 所以這種淨和關係你要去注意 未來很多股票是這樣 就像今天2353的宏基是這樣 宏基是法人把它買超上去 但是3231的緯創是往下撤 為什麼 同一個族群 為什麼開始走不同的一個走勢 那2324是這樣 又為什麼 所以很多時候的操作 你的那種拿捏就非常的重要 非常的重要 我們以後也會跟大家談到所謂的配對交易 這個是以越來操作的部分 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那我們盤後的影音 你可以上我們的網站來看 我這個是比較給大家看 那比較一下建漢跟鴻海 我也比給大家看 建漢他漲了17.5% 鴻海是跌了6% 那這個部分同樣一個時間 你買先鋒是賺了36% 導播拉近一下 你買的正文是賠了15% 那一個36% 一個15% 加起來差了5% 這就是選股的一個差別 好 既然我們從那時候的這個QIM 我們找到了異光 那我們這一季度 我們放的 放給大家 你們都很清楚 我本來就往上游走了 你們本來就很清楚 我再送給大家第三季潛力股的LED的這一檔股票 今天再創新高 所以有的時候呢 選股就是這樣 那是異光嗎 當然不是啊 異光哪有再創新高 所以我們已經開始產業結構的改變 我們往上游走 那所以 既然大家是好朋友 我可以告訴你 我也今天發現一個新的東西 我也來比較一下 讓大家去了解 那不是請你們去追高 我任何在這裡講的股票 都不是請你去追高 那總是那一個產業的結構 我跟你講的就是這樣子 OK 這是QIM 昨天再漲3.8%的百分點 從這個7月份到現在 22.25% 漲到昨天 66.6% 漲了204.5% 比我們任何一個LED都強 為什麼 市場跟氛圍 跟法人的買 跟有特定的買盤 那我今天就把它比一下 是不是台股每一檔都像異光 每一檔都像晶電 業不業嘛 不是耶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QIM 這樣往上走 它從1月份到現在是漲117% 這是同心電 今天也再創高點 5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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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71 你看股價是這樣 拉上來 這是散熱 陶瓷散熱機板 好 那這個部分叫雷迪克 雷迪克也往上走 這檔股票我們最早跟大家講 從上市一直追蹤到現在 那5230 你知道雷迪克我們上市的時候 那個時候的股價是在哪裡 在560塊 一路來到這裡 它今天再創高點了 這跟六月營收有沒有關係 你看 我告訴你 那六月營收就是創意識新高 所以我不斷地告訴你 六月營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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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告訴你LED要開始往上游走 那往上游就是陶瓷散熱機板 這個就是二次光學的透鏡 你看這個股價是這樣 大盤呢 我們再把它拉這樣好了 大盤是這樣 6271 它是這樣 從120漲漲到160 然後5230是這樣 一根長紅就突破整個的區域 所以很多的產業基本的架構是這樣 這是Crim 那還有另外一檔股票呢 叫做Rabicom Rabicom是全球第三大 全球第三大的這一個 全球第三大的藍寶石晶棒場 晶棒 不是基板 是晶棒 它還是虧損的 我先講一下 因為國內的晶棒場也都虧損 它也是虧損的 但是股價從三月到現在漲了87.3% 這是第三大 台灣第四大 這是第三大 Rabicom 第四大叫月豐 8.121的月豐 它漲了87% 它從這個位置 我們從一月來算的話 它是跌了 跌1.1% 它起87% 一跌三大 一跌四大 然後我們來看一看 這是藍寶石晶棒的 從二月份到現在的報價 從兩塊八 每毫米兩塊八美金 一路漲到三塊八了 那這樣的時候 從二月到七月 已經漲了35.7%的報價 35.7% 好 它的基本面 我很快地帶一下 那你就注意一下 我比較的是這一個給你 這是非常重要 我相信市場上沒有人比給你 這是第三大 這是第四大 跟在它後面 為什麼它漲87% 它沒漲 因為我們台灣沒有注意 沒有注意 那月豐的位置在這裡 我應該先把基本面拿來講 它是全球第四大LED 藍寶石晶棒廠 它是晶棒 我們剛剛講的是晶棒的報價 晶棒的報價 不是基板 是晶棒 然後轉投資藍寶石 單晶廠 叫台聚光電 持有83.96% 它研發出全亞洲最大的 120公斤級的漲金爐 然後客戶有造岩 造金金 金美 中美金 合金 也就是說國內的這個廠 都是它的客戶 那基本的架構是這樣 機器在這裡 在這裡 這個還出現了周線的背離 周線的背離 這個位置上去 這個位置要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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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個主生段 這是主生段 拉回的一個主生段的架構 OK 好不好 那這個部分 我們跟大家做報告的 就是這一個 叫月峰 你可以去注意一下 但是你不追高的原則 那你看人家已經起80% 它還漲都沒漲 好不好 那今天我們很簡單的 跟大家報告到這個地方 需要我們的協助 那跟我們的線上助理來聯絡 助理操作順利再見了 本公司與所推薦 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給孩子健康自然的環境 給孩子健康自然的環境 讓他生活無憂無慮 老實說 大家都檢門檢碳愛地窮 所以家裡裝修 我都選擇綠件材 在家就好像在大自然裡 耶!我家都要綠件材 選擇綠件材 樂活好住宅 風銀投顧 一個絕對與別人不一樣的投顧 我們要求自己真 絕不造假遵守誠信 善堅持善心為客戶創造財富 沒為行業立下標竿 這是宣言也是理想 更是風銀投顧 更是風銀投顧全體員工 一直要達成的目標 誠摯地邀請您參與制服的行列 一通電話 其他人都做不到的服務 馬上開始 02-8502-6666 風銀投顧 一個絕對與別人不一樣的投顧 我們要求自己真 絕不造假遵守誠信 善堅持善心為客戶創造財富 沒為行業立下標竿 這是宣言也是理想 更是風銀投顧全體員工 一直要達成的目標 誠摯地邀請您參與制服的行列 一通電話 其他人都做不到的服務 馬上開始 02-8502-6666 奇怪 都會要吃 我都不會要洗 怎麼洗不完 洗不完 錢就像在放水 報紙給我看一看 不是 如果你困難了 你再用我的按 嗯 好